全媒體大開講 有話一起講 大本我是祥怡 大家好 我是屬外 美股三大股以升V曲線 展示暴跌行情 衝擊投資信心的關鍵原因為何 美市復工復產之路又會如何呢 特朗普他重啟了競選機會 有多家媒體最新民調一次排開 看著特朗普他都不用再抓頭髮了 因為他就直接怒髮衝管 崩潰 競選團隊還要要求媒體拜託 要不要撤回民調呢 再看全球航空業受到疫情衝擊巨大 在這個時候 英明女子能利用航班延誤 貨賠300多萬人民幣的消息 引發網絡各色探討 今天還有一個特別策劃 國家隊的運動員喊你來運動 我跟你講 錯過這集你會哭 因為真的是要戴墨鏡 星光閃閃 閃到你的眼睛會 Bling Bling 進行鎖定了 不過現在開始也邀請大家 加入我們的節目話題 歡迎與我們有話一起講 來講 全媒體大開講 全方位視聽盛宴等您來開啟 拿起手機 掃碼關注 官方微博微信 上客戶端獲取台前幕後一手資訊 打開微信搖一搖 進入電視識別功能 對著電視搖搖手機 探索互動新玩法 亮出您的獨家觀點 天下熱點 社會萬象 我們有話一起講 我們還有一個記憶就是 我們討論美國股市 今年這個心情 也夠上下劇烈震盪了 對投資人來講 那最新呢 其實又有一個變化 真的是不得了了 相信大家對於三月份 美股兩週內的四次熔斷 還記憶猶新 那時候我看到 我很多同事的臉 就是比較憔悴 然後這幾個禮拜 很榮光煥發耶 但是今天開始 我會看到有些人 好像沒有來上班 奇怪 因為昨天夜裡 道瓊斯指數 再次出現這樣一個 升V 創下了三個月以來 最大的單日跌幅 這個V 大家都說 可不可以什麼V型翹尾 大家就擔心說 這第二輪的暴跌 是不是來了 其實呢 我剛剛的沉默 是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你是不是心裡面在想 是不是來了 當地的時間 6月11號 每股三大股指均以暴跌收盤 上演了黑色星期四 甚至創下了今年3月中以來的 這一差表現 而道瓊斯工業指數是暴跌 超過了1800點 收盤 跌幅高達了6.9% 而是3月16號以來的 最大百分比的跌幅 剛剛創出歷史新高的 納斯達克指數 也重挫超過5% 標普500指數 跌了188.04點 盤中一度下跌 接近6% 距離觸發熔斷 就只差1%了 你看想一念的這麼激情 我們就跟股市行情的操作員 可能一樣都在那吼 另外30支的道指成分股 無一競免全部下滑 波音暴跌超過16% 是拖累道指表現的主力 而美股 能源股 航空股 金融股 航空股 航空股 都又是航空股 以及一些熱門的中概股 都有不同程度的跌幅 有分析就認為 這是由於投資者 對美國疫情 二次爆發的憂慮重燃 再加上美聯儲 對經濟前景的預測審慎 才推升了資本市場的避險情緒 而投資者的焦慮 還能從另外一個指數裡面 反映出來 那就是用來衡量 投資者焦慮程度 也被稱為恐慌指數的 特朗普他有什麼反應呢 他在11號發了推特 他表示說 美聯儲你們就常常 會犯一些錯啊 言下之意 反正錯也不是我的 對不對 那他還說 美國將會有一個 非常好的第三季度 跟第四季度 還預言2021年 將會是最好的一年 但是美聯儲10號的 會議聲明說了 要恢復到這美國 爆發新冠肺炎疫情 之前的水平 這路還蠻漫長的 未來數年之內 很可能都有數 至少說數百萬人 找不到工作 所以美聯儲就看來 這特朗普所說的 第三季度V型復甦 恐怕是無法發生的 但是心情還是要好 V型小臉還是可以做到 哎呀這個美聯儲 看美聯儲的臉 應該是拉得跟生意一樣 他這個不容樂觀的 這個預測呢 也給美股的未來 蒙上一層陰影 所以接續呢 我們也來聽一段 有美國的專家認為說 根據目前投資人 心態的負面程度 不排除市場的這個 盤整的力度呢 會突破3月的低位 這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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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下了激烈的 變化 我認為這裏的額 是正確賣 的新增 平等二十四月的 未來的 我們會有1,000-1200 如果疫苗在其他國家的情況下 我們是有的一種思考 一個就是大家會看美股的情況 會去聯想到 你看美股都這樣的 美國經濟指標都這樣 全球整體經濟復甦 大家又怎麼看 而且目前的這個情況 是不是也反映了美国内部 是什么样的忧虑 几天之前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美国也是在 才说他们很开心 当时我们讲就是说 当时纳斯达克是在搞 但是在集中了一些 对那些科技股的这种幻想 所以把它抬起来了 后来现在是认为 其实有点回光反照 因为整体的经济基本盘都是很差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还指望股市在旺盛上升 有时候当然股市有升有降 肯定会有的 但是有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基本上升得很高 它也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情况 它是寄托了很多的希望在里头 实际上是它有期待的幻想 对之前就因为是期待 有种泡沫 现在突然一下降得那么厉害 这就基本上是反映了美国经济情况 一个真实的一个反应 那因为现在你看 施业力就鲍威尔讲到了 鲍威尔就是美联储主席 昨天不就讲到了 就是现在的美国的经济 应该不可能像过去那么好 而且就是长期的话 很难像大家预想那样 就很快就出现一个 V字型的那种上升的趋势 是不可能的 再加上就是美国现在的 统计数据又出现了 就是最近上个星期 就是150万人申请失业 领失业救济金 那现在就美国的失业人数 达到3000多万 那美国的劳动力是多少 但是人口是3000多万 劳动力没有多少 然后你把这个失业的 跟这个劳动力人口一比的话 他的失业力应该是非常高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说期待着经济能够好转 然后再加上现在的美国的政治家 包括就是美国的众议院 参议院 在怎么样来应对 这样的一个经济形势情况之下 新的整个一揽子的这种 纪武援计划 到现在都是出现分裂的 然后再加上跟白宫之间的 这个分歧 所以就是说 你最高的管理层 国家的管理层 对经济形势的驾驭的能力 没有给人家一些希望 所以过去在市场上 所反映的那种 比较高的 高企的那种局面 它是基于这个投资者 包括那些小投资者 一种期待在里头 听起来也不乐观 因为你说的确 刚刚我们不才说到 你刚才读的时候 不就是很紧 那个什么 就帮公司一些人紧张 因为我们和夫人 我们的服装是和夫人 很爱买股票 然后最近他都笑不出来 然后你怎么了 他说美国的股市又大跌了 我说哎呀 真的也是没办法 但是说真的 观众朋友 美国就真的很多失业的 还有你刚刚看到 很多的企业 美国的也都倒光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包括了 珍如就帮我们整理了 确诊人数 已经突破200万 对不对 珍如 那他们为什么坚持要复工 美国 你说说 你说说 好的 目前美国疫情 已经成为全球的焦点 从2月份开始 到现在的4个多月以来 美国的确诊病例 就已经突破了202万 起初很多美国人 都把这场疫情 当作是普通流感来看待 认为疫情是短暂的 最重要的是 怎么能保住自己的工作 要求重启经济 彼时就有很多讨论 是要安全还是要工资 显然这是个很艰难的抉择 在美国各州 想要实现复工复产 有一个必须要达到的指标 就是该州的确诊人数 和死亡人数 在14天内 都必须呈现连续下降的趋势 这就导致了一些不达标的州 为了早日实现经济重启 铤而走险 操控疫情数据 美联社近期就有爆料 其中就重点提到了 在4月底 就执意率先复工的 佐治亚州 他们就是采用操控数据的方式 将那段时间的病例数 按照数量的高低 而不是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 制造出疫情趋缓的假象 从而获得复工复产的资格 其实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不无关系 此前特朗普就曾经抱怨过 美国死亡人数太高 还为此向美国疾控中心的官员施压 要求修改统计方式 希望以此来降低死亡人数 所以也难怪会有按捺不住的州府 以这种方式自欺欺人 但正如美国卫生专家所说 就算再怎么美化现实 死去的人也是藏不住的 要安全还是要经济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1号表示 即便是新冠病例再次激增 美国也不能再次关停经济活动 而各州也在用行动表态 即便是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 也在6月份率先制定了 四个阶段的复工计划 美国加州电影院在6月12号重启对公众开放 好莱坞的各大电影公司也将陆续重启制作 而根据计划6月29号开始 还将重启部分的娱乐场所 有限制的开放酒吧 赌场 健身房 体育馆 还有博物馆 而NBA也表示将加速重启 将复赛日期提前到当地时间的7月30号 这个决定在董事会中是一笔29比1的高票通过 据了解之所以如此着急赴赛 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经济压力过大 同时也不愿意耽搁明年的赛事 美国如此着急复工复产 目前的情况令人担忧 根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1号的消息 重启经济后21个州的病例激增 其中新墨西哥州和佛罗底达州的病例数量增长了40% 造成医院人数激增 美国的一些报刊也感慨 不同于飓风山火 也不同于珍珠港和911袭击 这是一场不可预测结束时间的灾难 我们只能依赖于疫苗的成功研制 但在此之前 我们重建信心的时间 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一些 好的 更多讨论交还给香港 谢谢珍如 在北京做了一个清楚的打理 我这里再补上一个新动态 就是因为德州最大的城市 休斯顿 它现在已经累计了 就是全州20%的病例在那里 那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说 他们现在真的要重新再去计划思考 有没有可能再把禁足令给搬出来 所以您看 它的疫情是极为严峻的 但最近因为一些事情 可能外部的媒体焦点 就是美国在这上头 大家可能不是说太集中在疫情 但是摊开来看极为严峻 美式复工复产 看不出他们的逻辑 现在我估计觉得美国现在各个州 或者是他们联邦政府 好像有一点就是说破罐子破摔的感觉 反正到最后我估计可能不得不 就是所谓的英国人提出来的 所谓的就是这个群体免疫 因为现在如果说按照当初 像中国亚洲一些国家地区这么做的话 它现在已经没法做了 所以它现在索性就放开 肯定就是说你该得病的就得病了 反正就是能救的就不能救的话 看你能不能自己产生免疫系统 我估计可能就是这样的 就这个应该不可能就是说 把所有的人都检测完了以后 该送医院就送医院 应该没有这个打算了 感觉就是州政府自己各自 对 而且现在他们就是说 即便是再回到第二高峰 再反弹的话 疫情反弹的话 他们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的 比如说是social distance可能会有 就社交距离可能会保持 但是就是说居家隔离什么 我估计都没有了 对 现在这种情况 因为也防不了 肯定不会 对 也做不到 实现不了 所以这个情况对美国来讲 应该还是比较严重的 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要指望 经济能够快速复苏也不可能 要有得挨了 真的 他们叹息相不断 包括特朗普自己的脚步 我们也可以判断出 美国真的大家都急了 各行各业急了 竞选团队也急了 因为特朗普还是要坚持 重启竞选机会 你也知道一重启的话 social distancing也很难保持了 对吧 那美国媒体本周的新民调 就让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急得要CNN赶快撤回 怎么一回事 待会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表示 他的竞选活动会在下周重启 大家一听到这消息 会不会觉得 你确定吗 因为这个疫情反弹 觉得在街头上面的一些示威 大家也觉得免不了 结果他在这样的情势下 他还要重启 而且重启竞选机会 首站选在哪里呢 选在俄克拉荷马州 那么之后呢 他还会再前往多个关键州去拉票 我们更多地来了解一下 受疫情影响 特朗普竞选活动呢 在三个月突然被迫终止 他的竞选人员表示 接下来各州竞选活动地点和形势 有待决定 原因是很多州 仍然对大规模人群的聚集 保持警戒 联邦政府对有社交距离的指引 仍然生效 有评论因此说 特朗普正试图向美国人 传达一则信息 那就是现在已经到了 疫情后恢复正常的时候 特朗普呢 在本周四启程前往达拉斯 他剩下的周末呢 会在自己新泽西州的 高尔夫俱乐部度过 这也是三月以来呢 他首次过夜旅行 他还会在星期六的时候 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 我们看到特朗普 他准备好 而且是大规模的 要恢复选举工程 那现在美国的大选情况 究竟是如何呢 来看民调吧 截至到当地的时间 6月10号 包括了CNN 还有ABC NBC 还有Fox News 这四家的主流媒体 发布的相关民调 我们从民调的数字来看 这Trump的民调 似乎都是维持在四成左右 但是拜登来讲 就是都差不多有超过 十几个百分点的一个状态了 最少也是差不多有 七到六个百分点 全盘皆输 Trump都输拜登 而且拜登甚至还超过了 百分之五十这个里程碑 这也是Hillary 就是2016年希拉里 在竞选的时候 都没有达到过的一个数字 民调的数字 可靠 暂且不论 但是特朗普的不满毫无疑问的 因为他不仅开始马上发Twitter 骂老对头CNN 他的竞选团队就说 CNN你最好把这民调撤回 并且为这误导大众公开道歉 不然就把CNN要告上法庭 CNN方面表示 因为公司对于政治人物 对民调也不满而遭到官司威胁 哎呦 四十年来投一招 我们来看一下 多老师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这边就跟想以他现在旁边的那个民调图是一样的 我们很快速算一下 就是特朗普跟拜登之间的距离 都是 然后算一下之后 这四个媒体的民调 平均呢 他们应该是在百分之七八左右 就是说特朗普跟拜登的这个差距 他都一直输他 输他 但这个还是在议程 百分之十以内 百分之七百分之八左右 这么样的一个差距距离 所以您觉得在这样一个差距下呢 到目前为止他要恢复他的竞选活动的考量 是不是也跟这个聚集人气可能一次冲高有关 急了 有点着急了 因为前一段时间他这个 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个竞选活动搞起来 但是疫情嘛 他也不好这个公然的 违反这个疫情的各种各样的规定嘛 所以他在白宫举行的关于疫情的这个吹风会 一般的一个小时时间长 基本上把这个吹风会 疫情的吹风会变成他的这个 变成他的这个政治秀嘛 实际上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 这哪是讲疫情的 完全是搞这个 搞了选举嘛 然后搞到最后呢 又被那些很多的记者给挑战了 挑战完了以后 他就不愿意 他说这个东西太浪费时间 没有意义了 然后就有些了两天不愿意干 然后最后还是忍不住 还是出来了 那所以呢 现在搞这个疫情期间的这个 有个比较有意思的 他其实让那些参与 这个集选 这个集会的那些人 说要有一个免责声明嘛 就是说如果万一你参加集会的时候 如果得到这个病的话 你不要怪我吧 还真的很会推责任 对 这是应该说聪明 但是聪明嘛 所以这个从他们这种思考 我们也要了解一下美国人到底在这个规则上是怎么玩这个游戏的 而且拜登会被跟风也来把这个竞选集会开始开起来 大家也在关心 但线下呢 看完了民调之后呢 不禁让外界来想特朗普的连任梦真的要碎了吗 问号 也许还不能说得这么武断 给看官们提醒一下 2016年的一整年 特朗普支持率都是低于希拉里的 直到最后的时刻才杀出重围 而近期有消息指出 特朗普因为不满现任竞选团队经理 在短时间内花太多钱了 已经计划重新召回多位 曾经在2016年协助他竞选的助理们 但是要重演2016年民调逆转生的剧本 恐怕也不容易 特朗普入主白宫了四年 他鲜明的个人特色 反建制色彩不可避免地逐渐减退 而如今在疫情 示威 两大危机之下 特朗普令美国再次强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口号也黯然失色 多达七成的美国人认为 国家正走在错误方向 而在共和党的选民当中 也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 国家正在失控 到了6月9号 特朗普衰退 Trump Resection这个词 登上了推特的热门话题榜 因为美国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 七中节迎来了衰退期 这对特朗普的选情是雪上加霜 对于他的对手 民旺本来被媒体的民调当中 看作是领先的拜登 却在添弹药了 拜登在10号的时候还放了狠话 说特朗普如果你输掉大选 但是拒绝下台的话 军方会护送他离开 就是 他是一个人和人自然的意义 它们是一切公司的 是有一个对抗人的几个人 是一切公司的 军官会被军人消毒的 是一切公司有机会 那么多的取消 如果有迫选择 就被军人消毒时 currents对抗取消毒时 是一切公司的 我们也不在买 军官方说 这就是我们 我们公司 我完全认为 e�抗他 从wo封印 他在 拜登受访时谈话 对此白宫方面回应说 拜登的言论是荒谬的命题 但如果从民调中的一个细节来看 特朗普也许真的应该开始担忧了 因为我们知道2016年 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的核心选民 包括没有大学学位的兰里 男性和白人等群体 但如今各项民调都显示 特朗普的这些铁粉可能正在流失 与此同时 特朗普还要面对共和党内的风云暗友 因为美国国会寻求连任的部分 共和党议员在近期投放的竞选广告中 我们注意到都有意淡化 与特朗普的联系 有媒体就分析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一份内部通告 要求共和党的参选人 不要在新冠疫情的话题上 为特朗普辩护 当然抛开这一切 现在离11月的大选 还有近5个月的时间 但大选的格局变化 也许只在一瞬间 谢谢蔻姐 杜先生我们怎么去看 在2020年对全世界来讲 是诡决多变的 但是尤其是美国大选 其实说真的上一次的大选 Hillary的民调 一直都是领先特朗普的 这一次这些民调 我们当然可以从 现在特朗普的举动来看 他紧张了 不过这个变化 在下半年会不会又有 急剧的一些转变 所以最近这几次的美国的选举 美国大选有时候很难预测 对啊 一个问题就是说 民调本身 大致上是能够反映民情的 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呢就是说 美国的选举不是直接选举嘛 对啊 就是你的支持力 并非能够拿到那么多的 这个选票 选举人票 选举人 选举人票 对 所以呢就是有时候 你就是你得票率很高 但是你没有 还没有当选 反正得票率低的当选 这就是他这个 就是间接选举的问题 所以现在你要是 做这个民调本身的话 只能做一个参考 但是很难根据这个民调 做出一个谁胜谁负的 那个预测 对吧 另外一方面 特朗普他还有他自己的一套 就是不要脸的人 就是说他不要 就什么都做得出来 就是现在五个月时间 你真的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 就有时候往往真的搞不清楚 他会使出什么样的招出来 搞不好就把拜登给一个打下去了 这是有可能的 照道理说 特朗普的性格呢 他其实从当选一开始 他就一直常常在说 什么是fake news 那他同样也能说 fake polls 就是假民调 什么都是假的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 这个民调真的也影响到他了 那照道理如果以他的 这种那么有自信的话 他照道理他应该不受民调捆绑 但是连他的竞选团队 都急着要去跟媒体谈判 就是你要不要撤回民调 这个40年来首次 这代表说 他们也担心 只会一路这么样铺排下去 这个媒体会造风向 对 这个你说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就特朗普 他是他闲不住的 你说他关在白宫里面 或者是关在白宫地下室里面 这不大可能的 他总的要出来说话 他很enjoy 他公开的那种演讲 他以前做过电视节目 他要见人 要让人在他的面前 很多人听他的话 要听到掌声 要听到欢呼声 这是政治家 这是政治家的一个兴奋剂 就是说你听到前面的人 给你掌声 欢呼声 那对于是你对 你的政治热情 那你的干劲就救起来了 但你关在家里面 哪怕是隔着电视 或者是通过video 来进行竞选的话 跟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符合他的心 但是相比较之言 就是拜登好像稍微 沉得出气一点了 对吧 就是当然就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演讲者 演讲家 政治家 都需要在这场合里面 享受这样的一个欢呼 接着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 是又回到了我们之前 看这个美国三大股市的 这个深V线的这个表现 如果说现在这段时间到11月 美国人对于经济的那个敏感度 已经高到一种程度 而经济还得不到 得不到一个稍微比较阳光的指标 跟复苏的希望 那真的这个舆情一夕之间翻转很难说 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去观察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如果说经济在短期内拉震不了 他或许会在政治牌上下谋要 对来转移一些焦点说不定 对 有可能 很有可能对特朗普来讲的话 经济现在经济形势不好 然后再找其他的话题 对 选举的时候 往往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也先关注到这里 稍度休息 全媒体大开讲 休息后回来与您继续有话一起讲 欢迎回到全媒体大开讲节目现场 继续我们要围观一个近日的热点 最近其实这段时间航空业的话题热度不减 不过我们看到了更多就是航空业在全球面临的冲击 但现在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就是 原来在这样的形势下 大家看因为坐飞机这件事情总免不了会遇到飞机的延误 但是似乎没有人听过 有人靠这个航班延误而能够发家致富 最近一则女子利用航班延误货赔近300万人民币的消息 在网络上可以说炸开了锅 我们先来了解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吧 6月9号南京市公安局发布了一则消息称 鼓楼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涉嫌航班延误保险的诈骗案件 在这个案件当中 从2015年到2019年 嫌疑人李某用自己和他人的20多个身份信息 购买了近900次航班的延误险 获得了高达300多万人的理赔金 根据警方介绍 李某之前曾经从事过航空服务类的工作 对于飞机延误信息 以及保险理赔的流程都有所了解 而有业内人士透露 在购买航空险时 他都会选择下秋季南方的航空公司 因为夏天这个直接 这个直接很容易使爆雷电 它就会影响飞机指挥 一般7月份8月份 9月份就3个月 因为雷报天使比较多 而且他会选择会选择南方多 北方上的夏天 雷报会相对早一点 一元物航空时 他就无法兼须退化 那他支票这块没有选择 他元物钱还赚到钱 而这个消息一出 也是立刻引来了网友们的热议 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就是李某的行为 是否构成了保险诈骗 有律师表示 如果李某在理赔的过程当中 没有提供虚假的材料 则他更加趋向于认为 他的行为不构成保险诈骗罪 但是是否构成诈骗罪 则还需要更多的细节来进行判断 而撇开李某怎么定罪的问题 还有网友把矛头指向了 保险公司认为 这就是一次对赌 李某赌飞机延误 保险公司赌飞机部延误 一个锁一个赔 没有什么问题 对此你又怎么看到 不过目前证明 嫌犯已经因为涉嫌 保险诈骗罪和诈骗罪 两个罪名被警方给抓获 南京市公安局古楼分局 今天表示检查机关 已经提前介入案件 也正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了 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个 社会公众关注的一个话题 但是很多人很难想象 因为据说他被这件事情 到了警方这里时候 大家看到 因为在他们的家中 他有很多笔记本 那个笔记本上面会去记载 哪些航班比较容易延误 也说他有做过研究的 然后也会去研究天气的情况 然后去购买 那当中最关键的应该是 他用了亲友 亲友的这个名目 而且那亲友的资料 他怎么得到的呢 这个部分是不是 他用别的名目去跟 比如说我可能要理财投资 请你提供我 杜先生你提供我 我跟你讲我帮你投 比如说这之类的 还在争议当中 所以呢 这件事情到现在的这个探讨 是不是这样子呢 有人说是薅羊毛 薅羊毛的这种行为 在舆论上面呢 就会认为说 他到底涉不涉及诈骗 还是说只是保险公司 他其实自己在这个部分 没有把关严谨 我不知道 因为在法律的很多细则上 我搞不清楚 但是我个人的 就是从这个常理来讲的话 对这个事情 你要把它作为定罪的话 那定罪的这个 名目 那根据在哪 法律上根据在哪里 他如果 当然从道德上来讲的话 用这种方式去赚钱 可能就是说 一般人是不愿意干的 对吧 但是他有这个特长 对吧 对这个情况很了解 而且明明知道 你的航空公司 如果说 都被他 都被他给猜对了 肯定会延误 那说明就是这个问题 它很严重 航空公司本身 就有很多问题了 对不对 那你就是说 用这种 装这个漏洞 装这个空子 但是却是不是 装了法律的空子呢 就是跟法律 是不是能站上边 对 这可以在争论 对吧 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 出现之后呢 就反映了 就为什么那么多人 就是支持这个 这个心理的 对航空公司 对保险公司 感到不满的话 就是没有替他们 这两个公司说话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 中国的 那国内的航空公司 的玩点率太高了 对吧 第一个 本身你自己 没有履行 你自己的 就是说整点 出发的承诺 比如说你三点 上面说的三点出发 为什么四点出发 或者五点出发 那么如果说 你明明知道 如果说 他给五点 才能够起飞的话 连这个 比如说 这个你信李的这个人 连他都知道 有可能是晚点的话 为什么航空公司不知道 那你给人家感觉到 就是你浪费了 很多人的时间 是不是也是一种 欺骗行为 第二个 保险公司 原来买了那么多 保险的人 比买了晚点 保险的人 你有没有赔 如果你没有赔的话 你是不是 就违反承诺 是不是应该告你 所以如果真的是 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还搞不清楚 我觉得就是说 真的用法律的人士 来好好理清楚 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谁的责任 对不对 但这个事件 刚刚杜先生 点到一个核心点 就是他一定程度 反映出公众 在现实生活上的 一个情绪 没错 就是大家也就是 有一些些不一样的声音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这一起事件当中 一个关键点 航延险 这诈骗案的 航延险本人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下 航延险 就是全名航班延误险 那当前的市场上 一个航班 可以同时投保 多家的保险公司的 航延险 而通过刻意 重复投保的行为 一次延误货赔 差不多可以达到 千元以上 所以我们看到 这位理性的女性 她是有三百多万 的这样的一个数额 所以也吸引了 很多诈骗者 还有诈保者的团队合作 所以这些年来 航延险诈骗的一个情况 并不罕见 市场关于航延险 是不是具有浓厚的 博彩性质的争论 没有停止过 航延险的初衷 是要补偿被保人 因为航班延误 导致的经济损失 如果说购买 航延险的人 没有成绩 就不存在所谓的 经济损失 就会变成了 博彩性质 但是有相关人士说 严格来讲 任何的保险的产品 一定都是有 博彩的性质存在的 都是通过这概率的方式 来实现收益 但核心还是在为 保险人提供风险保障 那么航延险 骗保的频发 真的是羊毛党的责任吗 这一次理赔致富案的骗局 也引发了大家的思考 骗保的事件 许多时候 都在我们周边发生当中 那部分也跟保险公司 自身是不是有关联 例如合保理赔时 没有真正的了解 被保险人乘坐航班的情况 同时保险公司 与航空公司之间 也没有实现这资讯共用 也成为众多骗保者 在类似事件当中 继续获益的方面 来提供的便利性 航延险骗保真的常常看到 但是有部分的中小险企业 都是始终说 难以割舍这个业务 最重要的是因为 它门槛经营来讲比较低 而且客源也有一定的优势 那目前多个平台 已经开始着手要赌上 航延险的漏洞 尽管不同的保险公司平台 对于这理赔金额 条件不一定一致 但是在航班延误保险条款中 都说来了 如果说被保险人的话 他一定是必须要 乘坐投保航班 不乘坐就是不理赔了 所以您看 大家想它这么多年来 它以900次 然后300多万来算 我们去加减乘除一下 它可能平均每一次的 这个申请理赔 都有超过3300多块钱人民币 平均了 不过我们刚刚看到一个 额度差点 那这一次呢 是因为遇到了一个 比较厉害的保险人员 他可能发现 怎么挂在李女士明目下 他帮这么多人去申请呢 觉得很疑惑 那为什么以前没查出来 所以在我们今天 透过微信公众号所留言的 朋友们比如说网民LEPU就说 问题出在保险公司 李培石没有核到信息 那暴风雨下的绵羊也认为 这件事不能上升到诈骗 顶多算不当得利 问题在保险公司的规则有漏洞 吴协就说 大家对保险公司都有一些情绪 算计别人的保险公司 没想到因为自己的疏忽在跟踪 那么你看金刚菩提很理性说了一些 他说保险公司与购买保险的人呢 双方本来就应该在诚信原则基础上达成契约 双方都应该严格按约履行承诺 那他觉得这个女子呢 这么样行为是顶多是投机 那么赵辉就说保险是保障 让每个乘客的合法权益 而数次通过种种原因来获取利益 他就认为实属诈骗 那么理性我们还是说 这个回归公众的角度 我们看应该理性看待航空 利用航空险获利这个现象 汪应该怎么样来理性呢 你刚才提到的 比如说他利用亲戚朋友的身份证 但是也是经过亲戚朋友允许的 他如果说偷别人的身份证 那另外一个人当别的 但如果说亲戚朋友 他愿意让你做这个 但只不过是借用他的身份证 你借用你的身份证 来比如说买票 但实际上他自己持有人 申请购买那个机票是一样的 对吧 在允许条件之间 还是他直接进军博彩业算了 对不对 所以口口姐你看一看 但是只能说 大家这个心思跟聪明上头来讲 是不是也要用对和发挥对的地方 但是引起了公众的讨论 它一定背后是有一些意思的 疫情之下 其实我们要看 航空公司对整个大环境来说 对他们来讲 他们才面临着更大的危机 在香港最近几天 不断热论的话题 最大的航空公司 国泰航空 就即将在破产的困局下 在星期二的时候 宣布了一项 390亿港元的资本重组计划 香港特区政府 承担了其中的273亿港元 也成为了公司的第四大股东 国泰航空 我们了解一下 它成立在1946年 公司最初的业务 是空运澳洲生蚝到上海就赚到了第一桶金 国泰航空在香港发展的过程中 先后并购了港龙 快运等航空公司 成为了香港航空业最大的航空巨头 受到疫情影响 国泰航空在今年2020年首四个月 乘客数量同比下跌64% 这粗略估算就亏损了至少45个亿的港元 目前国泰已经安排了2.5万名员工放无薪假 公司主席也带头减薪了30% 但是由于公司每个月都有超过25亿港元的支出 如果没有新的注资 国泰真的离生产申请破产不远了 那么在香港航空业 可以算是占到了本地生产总值的4.9% 国泰又占据了航空业的大半壁江山 如果国泰倒闭 香港不仅有可能会失去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 还将会有超过2万的员工面临失业问题 香港特区政府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势 注资势在必行 今次我们是做这个投资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确保我们香港国际航运输楼的地位 特区政府必须全力罕户 而且我们也需要一个具有规模的本地航空公司 以支持香港的经济发展 以及市民出行的需要 而这次为了支援国泰香港特区政府 完全是下了血本 甚至动用了回归前通过卖地取得的土地基金 有业内人士认为 这次特区政府的救助的规模之大 足以让国泰维持三年运作 而上一次香港政府给私人企业注资 还要追溯到1985年 港府出资30亿港元 在当时是接款的濒临倒闭的海外信托银行 并且在之后售出小赚了14个亿的港元 而这次对于国泰航空的注资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已经表示过了 说特区政府无意长期持有国泰股份 也不会参与日常运营 杜先生啊 我们看要扣姐这样整理下来 我们发现还有一个现象 香港财政司司长他说 甚至动用了政府的土地基金 全力来救国泰 就是这个重组真的有办法救得起吗 首先就是说这个 因为它是香港航空公司 政府帮它这个脱贫 脱困 这个这是必须要做的 这是肯定的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他如果属于自己可以 自己的航空公司 他不救的话 那等于说你将来 你自己没有航空公司了 香港你没有 真的就是可以在四通八达的 一个航空公司 你很多东西都假守于人 这个对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 现代这个世界里面 如果说没有做到这点的话 肯定非常被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政府现在注资那么多 是不是真的能够让国泰 还能够活起来 就是说现在 当然就是给它输血 输血就让它 就是不至于死 不至于倒掉 但是这个血 还能够输多少时间 血型对不对 对 问题就是说 它自己如果自己 不能有造血功能的话 就是国泰航空公司 如果自己没有造血功能的话 只是靠输血去生存 那等于说是 你无底洞了 是一个无底洞了 所以就是说 看它能够坚持多久 这个东西也不是它自己 所能够做的 整个的疫情 国际形势 经济形势等等 都有关系 好 我们的话题 先关注到这里 谢谢 待会如果你走开的话 我会说你很可惜 在周末你可能会发胖 因为我们的国家队运动员 喊你来运动 你还不过来吗 不准走开 Promise 待会见 打勾 打勾 你现在是不是一边吃饭 而且很大口吃面条 然后你想一想 马甲现在哪 找不到 对不对 很多观众朋友 你是不是有这种困扰 没关系 我们今天请来一个大明星 就是花了很多钱 请来一个大明星 要来跟我们参与 这个特别企划 就是我们全民大改讲 特别提出的一个东西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我来告诉你 就是国家队运动员 喊你来运动了 跟着大明星的脚步 一起打造阳光的笑容 您看 我是小语 三年不运动 每次来健身房十分钟 拍完一年的打考照 我就拜拜啦 不过 今天有一位国家教练 竟然不放过我 好啊 你在旁边笑是不是 还不赶快给我一起来一起做 哇 哈啰 哈啰 姜瑞 哈啰 姜瑞 我准备好了 今天大概运动很久 很简单是吧 对 今天的动作会非常非常简单 教练 我真的蛮紧张的 那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动作 好 今天动作我们会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会有下肢的力量 还有上肢的力量 还有协调性 直接放在肩膀的位置 然后向后转五下 五 二 四 三 好 考验你协调性的时候到了 小肌伸直 这样斜 然后左前右后啊 左跟前右边后 我 呀 还可以 还可以 好 往那一边 快一点 是不是很厉害 是不是很厉害 你说是不是很厉害啦 教练 三 二 四 我没问题 OK 我们开始第一个动作 鞋踏肩的动作 踝关节触踝的训练 一 二 三 四 前两次 后两次 慢动作 跟我做一遍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加快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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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样用的深蹲的开合跳 好 那双脚呢 宇宽通宽 蹲下 双手放胸前 吸气 呼吸向上 的时候双脚打开 一 再增下 好 再增下 诶 教练 等一下 为什么你要装可爱 你刚刚 因为我本身就很可爱 这是必要是不是 对对对 在不忘锻炼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笑容 好 好 我们再练一次 好 跟我一起 好 来 双手打开 OK 好 一 回来 一 二 回来 来 不错 四 我做得对 为什么可以相反 五六 不错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镜面 最后一个动作 左手 接屈膝的卷腹 双肘呢 往两边打开 身体斜下后方打开 慢慢落下去的时候 好 起的时候 好 中部的腹部 边落 边收脚 再起 再换另一边 再落 好 下的时候吸气 上的时候呼气 我看一下你的动作 提气了 看 看得到我吗 看不到 你可以再往后一点 再往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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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可以讲是不是 OK 再来 双手 怎么还没组完啊 十个 因为十个 你还没有做完 对 我觉得万俊 或是王蜂 可能不太适合这个 我们公司有一些同事 所以专业在这里 我觉得可以让他们试一下 等一下教练 但听说你还有一些 很专业的动作 要教我们对不对 就你要展示一下 你个人的技巧 会散打的 那下面我来教大家 最简单的动作 散打里面的前直和后直犬 也是最实用的 我们的髋关节 一定要向内 肩膀向内旋 那手腕的位置向内压 那打到你鼻子的延长线的位置 然后换后手 后边的髋关节 蹬地 转宽 还是 顺着你脸颊的位置 打到你鼻子的延长线 再收回来 更多用髋关节的旋转啊 好 不是肩膀 对对对 非常有肩分 只不过扭的多了一些 OK 好 下面一个动作呢 腿法 再铁后边腿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 也是用髋关节的力量 旋转向内 压进去 慢慢做 这个好难哦 那帮我做一次 那 好 再一次 像我们一般如果在家里 是初学者的话 我们一开始怎么去练这个动作 一开始可以先练分节动作 刚刚的提起动作 一 二 先向前一次 再向外一次 看我做一起 一 二 三 四 一 教练好像比较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我们把你的髋关节练灵活 之后你再去给腿拔就非常非常能力了 好 最教一般的 OK 跳得不错 谢谢教练的今天的教导 OK 不客气 不客气 教练你觉得我几分 打几分 一到十分 九分 谢谢教练 谢谢你今天教我们大开奖的观众 OK OK 辛苦辛苦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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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好心肠给湘宇一个评语 叫要见贤思琪 好 今天到了星期五 我们要赶紧跟大家预告一下 周末的精彩节目 五月本周六晚间八点 尽情锁定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虎一席谈 聚焦近来关系深温的东亚中日韩星三国来展开讨论 我们抢先了解一下 后疫情时代中日韩深化合作 三国小循环或将重塑亚洲新秩序 中韩自五月一号开通快捷通道后实施良好 但美国恐干扰中韩走进 五月底 诸韩美军将新的拦截导弹和军事设备 运入新洲军的萨德基地 中日两国关系持续改善 今日美英澳加发涉港联合声明 曾被邀请加入的安倍政府拒绝跟随 成已向中国转达立场 6月9号 中城县石原市地方议会提调鱼岛改谜提案 给目前缓和的中日关系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有消息声 历时近18年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距离谈妥只差临门一脚 最近影响中韩关系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变数 其中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美国一定会在萨德问题上 继续在中韩之间打入蝎子 客观上讲并没有违反 之前韩国对中国所作出的三部承诺 形式上是中韩之间的矛盾 本质上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的问题 这场改名风波 会不会再次让中日关系蒙上新的阴影呢 作为未来 我对中日关系还是有审慎的乐观 我用四个字 中 热 日 冷来形容 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推动 中日韩的自贸区的建设 你是乐观会在年内签诚吗 韩中日自由贸区越快越好 我觉得希望不大 主要是日韩的正式关系 一回谢南BK 后疫情时代 中日韩是未属还是刘宽章 在山东有一位原二医生 他摆摊位现场上市民科普 怎么样正确地做心肺复苏 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在我们国家心肺复苏的普及率还是比较低的 我就想到这个方法 通过这种摆地摊 让大家掌握一点心肺复苏的技能 我们普通民众在外面或在家中碰到 类似的发生心肺复苏的情况 可以有得做 而不是进行一些站在那里看 大大的为心肺复苏的患者 应该非常宝贵这些时间 其实在去年的年底就已经开始筹备了 但是发生了疫情之后呢 就暂时搁浅了 一切发生之后呢 我对我报名去了湖北 经过湖北娱乐专业的工作呢 感受还是挺深的 回来之后呢 从摆地摘这种方式来进行 原本心肺复苏的一些宣传 很多人做这件事情之后呢 就不断联系我说 哎我要加入我要加入 不少同事不少朋友 包括其他医院的 都过来帮助我们 来了三个小时吧 因为这就有限吧 就买了最基本的毛铁人 还有一些基本的物品 我们一千元左右 是我非常好 然后学到了很多 然后感谢 一次奉献的来一天生活 看到这真是很感恩哦 也希望大家都学起来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留言 再次谢谢杜仙间的点评 谢谢杜仙间 周末一看 祝福大家都喜乐平安 下周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